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没有悬念的尤柯杰轻松胜出 那我后来查了一下广赖的优衣 她目前是01年出生 大概23岁左右 世界排名157名 那也不是日本前几名的选手 因为正常来说 农兴杯应该是要选出各国最强的五位选手 但是我稍微看了一下 大概是日本十几名吧 可能有点是在预选的时候发挥不错 或者是迁运蛮好的 避开了一些强者 顺利的选上来 所以在实力方面 当然与柯杰还是有着极大的落差 在开局的一个战斗结束之后 比赛就没有了悬念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棋局吧 行进至此呢 黑棋刚刚在底下尖一手 这也算是进三三定时之后呢 常见的无棋手法 那柯杰呢 左上一碰 这也是AI时代之后 面对小木高地角 白棋逼一个之后呢 黑棋不理的后续手段 面对这个碰呢 黑棋外扳 白棋反扳进去 这个反扳呢 必须建立在 真指有力的情况下 也就是黑棋断完之后 打吃的这个真指 就是这个真指呢 必须要是白棋有力 白棋才能怎么走 那比较常见的走法呢 是黑棋断开之后 自己接住 然后白棋拐 黑棋沾上 白棋再长 黑棋此时呢 大概就几种下法 第一个就是乖乖回去吃啦 那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回去吃 稍亏一点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里选择脱碰 白棋搬完之后扭断 形成一个复杂的激烈战斗 那这个棋真的是有点复杂混乱 我们今天就姑且不提 回到实战 广赖优衣呢 是选择了虎口的走法 可能啊 他是想避开呢 在布局阶段 较为复杂的计算 也或者是说 他想要走一些 不按牌理出牌的下法 好 那实战 白棋接 黑棋虎口 白棋斑 雙方呢 都希望在左上角呢 抢占到根据地 那此时呢 正常来说 黑棋应该是继续在 左上搬一手 原因是呢 这个棋一旦被白棋给打吃到啊 算是相当的愉快舒服 所以呢 黑棋搬一个 白棋碰回 黑棋 藏 白棋接 算是呢 在这里哦 大致2分的定型手法 好 那回到实战 廣赖优衣并没有选择 左上角的斑 而是 儲備力量 在这里 藏了一手 这手棋的意思 应该是啦 就是白棋 此时应该是敲不太到了 因为如果你再敲 黑棋就不会乖乖接触了 他会选择在这里踢一手 那你拔掉虽然很愉快 但是 这个棋黑棋也不接了 而是选择在这里护口 那如此呢 这个里外交换 粗粗一看 感觉黑棋还行 反正白棋拔 黑棋就再给他硬挡住就可以了 所以呢 实战 柯杰也没有去敲这一下 而是 直接选择碰回 连接 紧接着 黑棋的这一挖 应该是当时长啊 已经就准备好的 是一手 此时 白棋这边 不太 愿意 退让 因为被挖一下之后呢 这个白棋 其实都被赶到二线去了 并且黑棋呢 先手加强 他可能就回到 底下的挂脚 近三三 好等等 所以实战呢 柯杰在这里 毅然决然的 选择了反棋 那以下呢 就变成了一个 必然的单行道 擋住 长 黑棋 再爬 白棋再长 黑棋再爬 白棋再长 黑棋再爬 白棋再长 白棋再长 好 那这就是双方的第一个战斗 也可以说是本局最为关键的一场战斗 因为这个战斗打完之后呢 棋局就结束了 那此时呢 AI是推荐黑棋 应该要再爬一下 做个问应手 因为假如说 白棋退的话呢 黑棋再造实战这个斑 比气呢 就会快气 所以 白棋 李当 是要选择挡住 但黑棋这边 也有一个断的手筋 白棋退 黑棋 再贴一手 白棋 顶住 黑棋再回到 左上的 搬一个 白棋 最强抵抗 是可以立在这里 黑棋搬 白棋 这个棋要做活 必须要卖掉 这个打吃 然后弯 做活 但黑棋的这个 沾呢 也是一个 先手 不然等一下 这个黑棋 跳点进去呢 再一段 就形成了一个 经典的经济独立 所以呢 白棋必须 挡住 那挡住之后呢 这个黑棋 就可以 变成一个 直视做活了 不过它可以呢 先在外面呢 比如说跳一跳 调皮一下 因为 可以瞄准着 底下的这边 有一些断点缺陷 等呢 把这个白棋 两块切开之后 反正最后呢 再记得 回来做活 就可以了 那如此 变成一个激烈的 互跑互攻 AI是认为 黑棋可战 好 那我们回到实战 黑棋 并没有多爬这一下 而是 直接在左上 搬一个 与白棋 进行攻杀 那柯杰当然 也不会错过 你没有爬这一下 那我当然 就直接挡住了 但此时呢 其实黑棋 还是 有不错的机会 这边就变成一个 复杂的 攻杀体了 具体答案是什么 其实 讲真的 好不好 依老师这个棋力 我要能够算出正解 我觉得也是有困难的 我们就直接看 AI公布的答案 好不好 AI认为呢 黑棋可以是 在这里简单断吃即可 断吃完之后呢 这个白棋要做活 然后倒尖 这个倒尖 你看两边都可以做成一些不入籽 气是最多的 那黑棋送一个 白棋打吃 接上 然后收气 那这个弯 白棋冲 黑棋叫吃 这边都算是一个 单行道啦 然后白棋 黑棋要铺进去 与白棋进行打结 那白棋拔掉之后呢 黑棋这个初棋无结材 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 本身结 断完之后再提 那可能各位想说 这个白棋不就完蛋了吗 不是 白棋底下这个葱呢 也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结材 这个黑棋是必须要打 那白棋提掉 黑棋 再从这里打吃 所以刚刚不能打这里 打这里就没结材了 一定要断这里 断完这里的话 打这一下 还是结材 然后提掉 那白棋呢 这个地方 现在也只能断这个 找结了 不过这个结呢 是瞬结 因为我们不是用吃的 我们可以用力的 让他呢 这两手交换 亏多一点点 好 那白棋 再拔掉 黑棋呢 就可以再叫吃 拔掉 那此时呢 白棋 这个叫吃 也是一个结材 拔掉 好 那走到这里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说 老师 这个黑棋没结材啦 是的 黑棋这个时候呢 确实是没有一个 一手打爆对方的大结材 但是由于啊 这个左下角 白棋这个段 有点损 所以其实黑棋呢 就只要在 右上碰一手 这个棋 白棋已经不可能再理了啦 理不完了啦 所以白棋就提掉 然后黑棋在这里立 走成这个样子 虽然白棋 是把左边的黑棋 给侵吞掉了 不过 我们看一下 纵观全局 其实 应该黑棋 也还可以吧 那AI是认为呢 这个图啊 黑棋其实是 胜率还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 这个左上角的复杂战斗啊 其实 黑棋一直都是有机会的 好回到实战 实战呢 广赖U1 并没有选择 AI推荐的打吃 而是选择了 一路班的下方 虽然这个班呢 最终的结果 白棋弯 黑棋藏进去 白棋 你点一下 之后 铺 还是 与对方呢 形成了一个打结 但是 同样是打结 其实呢 这个结 对白棋来说 是比较有利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那个打结啊 白棋就算打赢 也是拔在这个位置而已 可是现在 这个棋 白棋一旦打赢啊 是会提过来的 也就是 黑棋这边呢 相对要吃亏一些 这个呢 真的就是 对一般棋友来说 会觉得 哪有什么差啊 都是打结啊 但对顶尖棋手而言呢 哇 这个差距 如同天欠 非常 之大 实战 黑棋 提掉 白棋 此时呢 算是 就是给了 这个日本小将啊 最后一个机会 就此时柯杰 应该要直接来找结材啦 他应该要直接找结 他在这里先打吃了一下 与这个对方呢 做交换 他再提回去 他认为 这是一个 本身结 那实战呢 这个广赖優衣 也确实就这么硬 但这样下完呢 这个棋就输了 因为等下会 照这个图去走 所以我们晚一点再讲 至于呢 这个广赖優衣 最后的机会 到底 在哪里呢 就是当 白棋 打吃的时候 这个图真的 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盲点 黑棋 应该 置之不理 直接下别的地方 哇 这个 很难啊 因为你看吧 这个棋感觉在打结 然后白棋走了一手 这个李当 应该是要 跟着李一手啊 而且对手还是柯姐耶 但没想到呢 这个棋 打吃一下 手拔完之后 换白棋不好处理 因为你看 如果白棋还是在拔这个结 那就 一样打结嘛 那这一手棋其实没什么价值嘛 那所以就是说 白棋假如说 提这个好了 提的话呢 这黑棋其实挤下去 你看 你其实还是要靠这个打结 因为你这个笔器 你搬 我铺进去 还是打结啊 所以 白棋啊 这个棋走了一手啊 其实 效果有限 那当然啦 白棋还有一个 持棋的办法 就是 他必须要卖掉这个打吃 如果这一手他愿意把它打掉的话 然后他再提掉 那这个棋 确实 他是可以 把黑棋给吃掉的 因为 黑棋就算铺啊 我们先不要管这上方啊 这个一般呢 就是一个 标准的 油眼沙虾 只是说 这个打吃哦 其实是 有点亏的 因为这个以后 这边 很多的隐形人 再加上呢 这个 黑棋 因为刚刚我打路嘛 你把它打吃 把我吃掉了嘛 那我这个 右上方再一跳 其实你纵观全局 还是 黑棋的外事 蛮有潜力的 也就是说 柯杰的这个打吃哦 其实是有点 随手 但 因为对手这个小将啊 可能 经验不足啦 再加上柯杰这个 八贯王 威名远播 好不好 被骗了一个劫财 但如果对手是 什么小生啊 那种的 可能呢 就被抓到机会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实战吧 实战 当白棋打吃的时候呢 黑棋是选择了 提掉 白棋 拔结 黑棋 打吃 用掉了 这个本身结之后 白棋 再从底下这一冲 那由于呢 这个打结 就跟刚刚一开始 最早老师摆的变化图 有所不同 因为这个白棋 拔完之后 是可以拔过去的 所以呢 广赖优衣 此时 是选择 消解 给白棋 冲下来 这个就很特别了 大家可以 与第一个对照图相比 第一个图 黑棋是打输这个结 还记得吗 黑棋这边是死掉了 但是呢 这边底下这个地是黑棋 上方黑棋下了两手 把白棋给切断了 打输 局面呢 反而是不错的 那现在回过头来 黑棋打赢了这个结 把左上的白棋呢 给通通吃光 但是怎么样呢 白棋把左下角的这个黑控啊 直接给穿爆 而且 简单的稍微比较一下就知道 其实这个左上角啊 根本全部都是杆子 这木树也不多 你用木树单比的话 其实这个地盘差不多 但是白棋这边有多了一个 超大的这个发展空间啊 再加上 这两颗 他最后要拆个边嘛 那这个白棋还可以逼过去 对他进攻 可是 你的这个外事呢 刚好被白棋这两颗棋呢 给限制到 所以走到这的时候呢 其实白棋的胜率 已经高达了九成了 至此呢 这个通盘呢 黑棋再也没有机会 所以呢 柯杰可以算是 星际过关啦 笑纳二连胜 明天呢 要对到的是韩国的这个 叫赤锋吗 反正第二棒啦 金明逊 这个就比较有点实力了 大家觉得柯杰能不能够 继续顺利过关呢 我们就明天再见吧 好啦以上就是 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我是小小林老师 我们就下期再见 各位 拜拜 大家好我是小小林 一位在围棋圈奋斗了 十几年的围棋老师 如果你对围棋有兴趣 可以加入我的网训课程 或来我的实体教室上课 如果对加盟围棋教室 或冠名围棋赛事有兴趣的 也可以私讯我哦 大家一起努力 把围棋这块蛋糕给做大